一见钟情的情愿竟成了自己的小妈 小妈牵生生地与我儿子问候 脸上挂满了尴尬 男子恳求母亲放过这个女孩子 不要让她坐邻的垫背 吴太太却不以为然 外国人哪懂中国的文化 1938年社会去世动弹不安 外面战火连天 但这座里南的小镇 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依然回在封建礼教的旧秩序中 吴家大院更是张灯结彩 准备要办一场龙正的寿宴 今天是吴太太爱莲的40岁大寿 但她却在今天 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要知道 旧中国的男人要娶二房 往往都是男人提出来的 可爱莲今天却为自己的丈夫 再娶一房一太太 这个行为在当时看来 可以说是非常有争议的 绝大多数女人 独享丈夫宠爱都来不及 爱莲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当她开始出现在宴会上时 就有人开始说悄悄话 男人们的态度则截然相反 在宾客们的纷纷道合声中 吴老爷却是一点懵逼 他竟然是最后一个 知道这件事的人 一切的一切 早已经被爱莲安排得妥妥当当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 嫁进吴家的这24年 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24年里 爱莲为吴家生下了三个儿子 放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年代 怎么说也是工程级别的人了 但他依然过得不好 丈夫吴老爷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家主 喜欢被人伺候 总是一副大男子主义做派 每晚都是妻子为他按摩服务 妻子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他已从来不理会妻子的需求 就连多说句话都不愿意 爱莲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于是想着自己也该退休了 便想找个人代替自己照顾丈夫 自己则可以空出时间 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天 媒婆就把人带来了 这是一个乡下的姑娘 没见过什么大事面 拘谨而又紧张 当他进吴家大院的那一刻 被豪华的庭院看呆了 保护街还跟丢了大陆的媒婆 误打误撞走进的大少爷 凤木的边缘 凤木是个接受过新思想的青年 在家里有一个印刷革命标语的房间 这时他听到门外有动静 为了安全起见 他透过门缝查看 门外则是迷路的姑娘 这便是二人的出四相遇 可还没等凤木反应过来 媒婆就急忙把姑娘拉走 带到爱莲的面前 向人看到这个相伴老女孩 眼里充满了鄙怡 爱莲打顿了向人的悄悄话 她很满意眼前的女孩 老是本分 不安是事 才不会反抗 爱莲见状提笔写作 在纸上写下秋明两字 来当作她的名字 因为她能给吴老爷带来一个明亮的秋天 而秋明并没有太注意爱莲说了什么 她只是看着一桌子的佳肴流口水 而这也是她选择嫁过来的根本目的 那就是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 但想要有所得到 就要付出代价 秋明得到了想要的生活 但她失去的 恰好是爱莲最渴望得到的 自由 女孩被迫嫁给新上人的父亲 洞房花竹叶 她的眼里起满泪水 解开新郎扭扣的手 多得缩缩 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后悔 她笨拙的给丈夫按摩 却被嫌弃 可她着力的手法再次惹怒了吴老爷 她命令秋明退去衣服 再一把抓住她的发际 抓着她的头就按到地上 这一夜微风河西 屋内屋外是两种风景 秋明选择抛弃自由 嫁进深宅大院 将人生交给他人支配 可凤木却想努力一把 她接受过先进教育 试图以一己之力说服父亲 但仅凭她的恋养是不足以撼动的 并且她也要接受家里的安排 跟康家的大小姐结婚 并且在结婚前 还要跟一名洋教士学习知识 很快这名金发遍野的男人 就来到了吴家 夏儿们看到这个奇怪的外国人 纷纷瞪到了眼睛 但吴太太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安德鲁了 不久前康家她的男产 安德鲁不顾一群女人们的阻拦 又是冲到床前掀开被子 所有人都被这一举动吓傻 在他们看来 这个男人简直没有下线 他对着一旁的吴太太大喊 但也正是在她的坚持小救之下 产妇才顺利脱离危险 康家老爷派人送给他几块大羊 但他没有收 救死扶伤是他的责任 安德鲁来中国已经三年了 他开办了一家孤儿院 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 当吴太太问起他 这次交税的报酬时 他的说法和当时救人是一样 这不免让吴太太对这个男人刮目相看 二人商定 等着秋明结婚以后 就开始给丰墓上课 很快 秋明与吴老爷的婚礼正式举行 虽然说是娶姨太太 但该有的排唱还是有的 等他踏入吴家门槛的那一刻起 他的自由就彻底没有了 直到被送入洞房 他才开始后怕 下人就觉得他身在福中不知福 就这样 秋明成了艾连的替罪羊 艾连也有了难得的休息 这天晚上 安德鲁交了凤木许多科学知识 他们举着望远镜 观察难道一见的月全时 幸好此时艾连路过这里 安德鲁便帮望远镜 递给艾连看看 透过望远镜 艾连看到了绚烂的夜空 他的见识也大为扩展 于是凤木就邀请母亲和秋明 一起来上课 就这样 原本只有两个人的课堂 又多了两个女人 安德鲁知识渊博 艾连勤奋好学 他从安德鲁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 才知道 这个世界早已变迁 自己曾经的想法 放在整个世界都是十分落后的 他本以为女人只需要相夫教子即可 但在与安德鲁相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渐渐发现 自己的人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不久后是安德鲁的生日 他们几个人拿着一盆忠实大蛋糕 要给他庆生 觉得这时 外面传来了固然愿着火的消息 我的救孩子 安德鲁不顾一切冲进火场 但火势越来越大 安林迟迟不见安德鲁出来 于是把自己从头到尾浇了个遍 也冲进了火里 索性最后所有人都得救了 吴太太更是慷慨地把孩子们 安排在自家里住 安德鲁伸出手表示对安林的感谢 可在那个男女受受不清的年代里 在我们看来代表着友好的握手 也被别人看成是不检点的 刘燕飞语自然是不会少 但安林坚信 自己这么做依然是对的 而丘鲁这边 他不小心弄丢了生母留给他的银项链 焦急地在花园中寻找 就在这时 父母拿着银项链找了过来 雨天 油脂伞 一男一女 自在丘铭进了吴家的第一天起 父母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但奈何身份有别 父母亲手为丘铭戴上了项链 或许是真心喜欢他 或许是为了反抗封建古板的家庭 二人之间的情意见浓 即使是在家庭的餐桌上 二人都会不自觉地看向对方 接下来他们大胆的举动 却都被爱莲看在眼里 这是民国最强小妈为选 附加少爷对乡下丫头一见钟情 结果第二天 对象成小妈 但二人之间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而停止 反而被限制得越紧 他们就越想要朝对方靠近 接天这里有一件大事发生 他们要通电了 为了庆祝进入新时代 镇上组织了一场戏曲表演 戏台上演着中国最流行的梁柱 台下父母就借着台词之口 诉说着对秋名的爱慕 同样在关注其暧昧缠绵的 还有爱莲与安德鲁 但他内心的感觉 却要复杂得多 他不像儿子一样勇敢 只能在自由和秩序中矛盾 突然间灯光亮起 凤木急忙抽横握着的手 就像他们的爱情 见不得光 聊善博与朱英台 可以化成蝴蝶飞走 但屋内的四人 却依然困在牢笼之中 即使没有明显的现象表明 但吴老爷也察觉到 这个羊人正在潜移默化地 改变他家里人的思想 于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他需要凤木 尽快与康家小姐结婚 可此时的凤木心中 已经有了秋名 甚至不惜离家出所的威胁父亲 这天晚上 艾莲拿着望远镜看月亮 就无意间看到院子里 手拉手的秋名和凤木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 保住儿子的名声 他急忙赶到花园里 见到秋名直接给了一巴掌 第二天 心灰意冷的秋名找丹德鲁 问了他一个问题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秋名回到了房间 换回了高价性来试的那套衣服 接着把脚下的凳子一踢 选择了了结此生 但所幸 安德鲁其实赶到将他救下 这下解回一条命 不久后秋名醒了过来 睁开第一眼看到的 却是吴老爷那张恐怖的大脸 父母看着冷漠的父亲 心里对这个家更加绝望了 事后安德鲁来找艾莲 请他放秋名走 但艾莲做不到 一旦把秋名放走 吴家将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颜面扫地 但安德鲁反驳他 假如人们知道 你的儿子爱上了小妈 人们又会怎么想 这番话震惊了安德鲁 他一直以为 艾莲与别人不同 没想到 他却把罪名扣在 一个无辜的女孩头上 安德鲁的一番话 将艾莲的面具彻底撕碎 不过好在他还是想通了 他决定放秋名自由 于是找到安德鲁 一起偷偷送秋名离开 临行前 艾莲还偷偷塞给他几十个大羊 秋名磕头对他表示感谢 怀难的路上 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两人惊慌失措地找地方避雨 安德鲁还不小心崴了脚 安德鲁就一把将的抱起 雨天荒野 破庙 不有好感的男女 安德鲁拉起安德鲁的手 轻轻吻了上去 要说不发生点什么 那个真是对不起老天的良苦用心了 果然玩受回去的路上 凤梦撞击二人 安德鲁才明白当时秋名的感受 母子二人也算是和解了 但凤梁依然选择离开家 他要去参加新四军 他请求安德鲁帮忙照顾母亲 而安德鲁也告诉他 秋名如今的地址 不久之后 战争的火焰还是烧到了这片世外桃源 人们纷纷逃难 安德鲁却不愿意无脑也离开 而是毅然决然地去找安德鲁 原本宁静的小镇 瞬间变成一片废墟 安德鲁和安德鲁带着孩子们 躲在一处废墟中 为了掩护孩子 安德鲁不惜一次身作诱饵 最终倒在了敌人的枪下 多年后 凤梦和秋名回来 安连则是继承了安德鲁的誓言 阳光下 她想象着安德鲁依然在她身边